宝宝认生是正常现象,认生期几乎所有宝宝都会经历,在这个阶段,宝宝或许会变得很黏妈妈,看到陌生的面孔就会焦虑或者哭了。 那么面对宝宝认生,妈妈又该怎么做了? 常带宝宝出门,渐渐止孽,宝宝在三到四个月大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认生期。 这时妈妈要多带宝宝出门活动,让宝宝多接触社会环境。 渐渐止孽,妈妈可以多带宝宝去小区广场,街边花园等小朋友较多的场所,让她体会一下不一样的环境,了解不一样的生间和面孔。 温馨提示,妈妈要注意,妈妈不要带宝宝去人员密集的场所,或者让好多陌生人围着宝宝看,围着他说话。 妈妈也不要让许多陌生人轮流地弄宝宝或者抱宝宝,否则会让宝宝感到害怕哭闹起来,以后再带宝宝出门宝会产生抗拒心理,不利于宝宝社会化的发展。 多和陌生人接触,不少宝宝都有这样一种现象,只让妈妈一个人抱,其他家人一抱他就哭闹,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,每天都是妈妈在照顾宝宝。 妈妈可以让爸爸和其他家人多花点时间照顾宝宝,多抱抱他。 当家人抱着宝宝时,妈妈要从宝宝的视线里消失,让宝宝习惯和其他家人待在一起。 当宝宝习惯了和妈妈之外的家人在一起后,妈妈可以让同事、邻居、朋友等接触宝宝。 慢慢的,宝宝对陌生人的戒备心理会消失,认生期也就过去了。 妈妈要注意,由于宝宝的甜性使然,她更愿意接触和妈妈一样年轻的阿姨。 所以妈妈让宝宝接触陌生人时应优先选择和自己年纪差不多的女性。 妈妈给宝宝充足的安全感,宝宝人生常常与害羞联系在一起。 因此妈妈和家人,要给宝宝充分的心理安全感。 妈妈和家人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心态平和,但人间要保持一致的态度。 不要对人忽冷忽热。 当宝宝哭闹时,妈妈要保持充足的耐心。 不要因为不耐烦而罵宝宝。 当亲朋好友来家里看到小宝宝时,妈妈要提醒他们靠近宝宝时,动作要轻柔一点,缓慢一点,不要太粗鲁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